我们今天邀请到花格子共学教师的邱晨会主任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心动历程和故事 邱老师你好 你好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邱老师 就是当初怎么会想要创立这个花格子 花格子共学教师里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其实是我想要让我自己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跟一般补习班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其实在那时候我的孩子可能还很小两三岁而已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让我的孩子面临像我之前的一个补习班 他们有时候会跟老师说我不想要来补习班 我不想要来这里过暑假不想要来这里过寒假这样子 对就是常常听到孩子这种话 所以我才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可以让孩子更快乐 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开心很想要来很愿意来的一个一个环境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关系自己是一个作文老师 所以我才想说我应该让孩子做一个无感满足的 对他能够用眼睛去看所有美好的事物 然后去听美好的声音 对然后能够用皮肤去感觉各种大自然所接触到的东西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觉得我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教育的环境 不同的教育方式这样子对 了解在学生时期总是会觉得补习班是一个比较压抑 或者是说是一个就是做不快乐的事情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邱老师想要改变这个形象 然后让孩子是喜欢去补习的这样子 对那这样子在这个补习班 您有特别就是放入了什么东西吗 你们主要的一个比较特色的地方 对就是你们主要的服务项目会是什么 是其实我们补习班 因为就是一个文理补习班 所以他教国语我们上国语上数学上作文上国学 对然后是以国语文为主 但是我觉得在教这些学科之前 我们可以放入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用食谱用说明书 然后用做清洁剂的那个清洁剂的说明书 然后我们让孩子实际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等于他在读这些说明书的时候 读食谱的时候 你必须真的很了解读懂了这个食谱 你才能够去把这个蛋糕 这个饼干这个清洁剂做出来 对所以我们必须必须先确认说 你真的是读懂了 所以也就能够证明说孩子你读懂了 你的阅读其实没问题的 然后你在做食谱的时候会有容量 对然后这个时候加减乘除也就出来了 对你这样算对了 我就知道你的数学也没问题了 对我们是用这种就是用生活即是教育 我们把这些学科融入生活里面 然后而且让孩子实际去体验 让你知道说国语是重要的 数学是重要的 甚至我们让孩子自己去操作 操作一套旅游计划出来 而且我们真正去实行孩子的旅游计划 所以这个时候又必须加入了你的统整 然后你的领导能力 然后你甚至去外面 你必须要去跟计程车司机 或是公车司机 或是游览车司机做联系 对所以这种是一种多方面的学习 我们教给孩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对 哇那这个东西其实涵盖的范围 跟领域很广 那可以让孩子练习到的事情 其实也比想象到多很多 对对对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也可以让他们去更多的生活体验 是是 那其实这样停起来 这个博习班能够创造出很多的 有创造力跟有想象力的孩子 对那这样子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尤其是您又放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元素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是你在过程中执行 比较印象深刻 对 我们在执行当中 其实你必须面对当孩子 还没读懂食谱的时候 还没读懂说明书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 东西拿了然后就开始乱做 对这种东西 就是你必须是 你做一次一定不成功 可能不成功 所以必须老师必须付出很多的劳力 很多的心力在看着孩子做 对 其实可是在陪孩子做的这些过程当中 你陪孩子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了 事情也就简单了 然后当孩子真正把这个成品呈现出来 在我们成果发展的成果发表的时候 家长看到了这个东西 他就能够知道 这个暑假这个寒假 我把孩子放在这里是对的 我就知道我是做对了 对 所以其实可以从孩子跟家长的回馈 去得到一些验证 对 就知道说自己的教学方法 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孩子 其实 在你们的母亲帮会很有成就感 对 真的 真的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做的事情都有成功 对 然后有被完成 对 那其实是一个教学想展的一个 对对对 即使他在平常的课业啊 或是平常的表现 并不是最特别最突出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每个孩子在暑假在寒假 不管他做什么样的主题活动 都能够找到他们的一个长处 我觉得找到孩子的长处 然后让孩子也找到他自己的兴趣 这件事情我觉得比成绩 比他学更多东西更重要 对 这个东西我也蛮认同 对 在亚洲的社会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教育 让小孩从小去发掘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这样子就是 有没有什么样的价值 是你会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模式 去带给 不管是小孩也好 或者是说家长 那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传递的信念 我觉得其实就是 其实想要这么做就是 想要让家长知道说 不要只是看孩子的成绩 对 不是每个孩子都是成绩很优秀的 对 你必须先去了解你自己的孩子 然后了解孩子之后 你才可以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知道他想要是什么之后 我们才能够做家长的做老师的 你才能够从旁去辅助他 而不是一味的只要求他 你的英文成绩一定要怎么样 你的过语成绩一定要怎么样 对 我觉得成绩这件事情 他把太多孩子给局限住了 对 然后不只局限住孩子 有时候你甚至也局限出老师他的 他想要给孩子的东西 对 我想在很多的小学 或是我们才艺班老师 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而是会被家长给押住的 变成是我们只是提供家长想要的给他们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教育既然是教育的话 那应该是以孩子为主体 你必须先以孩子的想法 孩子的立场去考量 对 所以我就是想要让孩子找到他的 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然后进而辅助他 然后让他去做最大的发挥 对 我觉得这会比成绩更重要 这个也是在未来的多元发展上 其实会有更好的这个 就是基础吧 对 对 那这样子就是有没有什么 什么样的具体计划 是你接下来预计要去执行的 那大概在可能三到五年间 或者是说最终你会希望这个 供学教师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对 其实我一直在做的供学这一块啊 我们教室最主要做还是在 着重在寒假跟暑假 因为他时间够长 然后你不用特别去想说 我必须先让孩子 让他们把学校的课业先完成 对 然后所以我现在想要做的是 我想要彻底的去执行供学这件事情 然后以国语文为基础 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在国语文 对我们正常在国语文 所以我想要以国语文为基础 然后让孩子回来可能就是读经 读经是读经典 对很多家长会误解 对 然后读诗老顺文章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口条的一个训练 对 我想要在这三年内 尽量是在三年内 把这个供学这件事情彻底执行 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其实我还蛮想要 让自己提升到一个 一个讲师的一个位置 对 我想要分享我的阅读的经验 然后带孩子的经验 然后带孩子阅读的经验 或者带孩子共学的经验 对 然后甚至说做那个作文的诗讯 或者各方面的诗讯这样子 只要我能做的 我都想把这些分享给大家 对 然后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落实到我想要做的供学 才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事得其所 得到他们真正的发挥 对 这是我的中期规划 对 然后再长期一点 我是想要让我自己的补习班再做一次转型 对 再做一次转型 就是说原本的供学教室我希望能够融入阅读的一个主体 对 然后让我的教室除了是供学之外 也能够是一个阅读中心 对 然后一个绘本啊说故事的地方 对 然后能够让小孩小小孩进来 然后就是读听故事 然后让家长能够放心的把孩子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大孩子就继续做他们的供学的这一块 对 就是等于是家长你如果小宝有大宝的话 你不用一下子跑东一下跑西 然后送孩子上课 然后送孩子听故事什么的 只要能够在我这个地方就能够满足每个家长的需求 这样子 对 在这些规划上其实也都是根据老师最一开始的处置 对对对 就希望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是 然后让孩子们是能够悠有在其中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棒 对 那最后就是想要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就是因为您的补习班也比较相对有特色 那您也是在补习业其实有一段时间 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跟分享给予就是想要创业 对那可能针对于在补习业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就是注意事想可以分享 因为其实补习业或才艺班真的就是一个面对人的行业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一路走来啊遇到了非常多的贵人 对这些贵人不管是我的前老板 然后或者是家长然后甚至孩子 我都觉得必须要把自己放到最低的位置 你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当你把自己放到最低的时候 你可以学到更多吸收别人更多 你不会觉得因为自己好像很厉害了 然后你很多东西都不用学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不行的 对把自己放到最低 然后带人就是谦合一点 你遇到的贵人一定比你想象中的更多 然后就是随时带着那种感谢的心 对然后就是真诚的对每一个家长 然后真心的对每一个孩子这样子 对了解那今天很开心就是可以跟邱老师聊聊这样子 那我从这个就是过程中感受到您真的对人很正常 对而且对教育有一种热忱 就是在于就是真心的为孩子这么想 是然后可能就是对台湾的教育 你也有很多的思考跟反思这样子 那就是特别的感受到温暖这样子 那谢谢邱老师 谢谢